大家好 我这一棵茶花上一次开花非常多 就是由于开花太多了 这些枝条出现营养缺失 发软 生长不良 所以准备给它全部淘汰掉这些老枝条 也就是给它做修剪 那么我们给它做修剪的话 一定要准备这种伤口预和剂 正常来说我们把这些枝条剪掉三分之一 到一半就可以了 不需要剪的太多 保证整个株形饱满严润 还有一些交叉的枝条 我们也将它剪掉 像里面这种交叉的枝条给它剪了 好了剪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给它处理一下伤口 给它处理这些伤口 就是用这种伤口预和剂 因为我们修剪掉之后 它这些伤口很容易感染细菌 同时很容易养分流失 那么就会影响到这条枝条生长 直接在这个伤口这里涂抹就可以了 这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样的话还能预防修剪掉之后出现黑枝黑感 尤其是一些比较大的这些伤口 一定要给它涂这种预和剂 我们将它修剪完处理好伤口之后 接下来给它用一点这种快速生根粉 让它的根系更加的强壮 因为修剪完之后它上面生长的比较缓慢 那么它就会不断的长根 所以这个时候给它使用一点快速生根粉 有利于它长一些新根出来 用这种生根粉一比一千的比例对水 给它浇光就可以了 所以说当我们的茶花开花太多 枝条变弱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做修剪 给它做更新处理 这样的话下一次开花才会更多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